本来今天一开始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画面要提供给各位前嫌来欣赏一下 那是后学在国外的时候国外道清提供给后学看的 后学看了以后蛮有感触的 但是因为对于电脑的操纵不够犀利 所以无法从电脑上面把那个画面给他截录下来 我就用语言去阐述 看一看各位前嫌能不能够了解这么一个小小的故事所带来的启示 唐三藏跟猪八戒跟孙悟空是西游记里面很重要的几位人物 整个西游记就绕着这两三个人在那边串联 有一天猪八戒去外面化缘 化缘回来就把这个饭呢 跟师傅还有其他的同门师兄弟就享受了 结果大家都很快把饭吃完了 我有好吃的猪八戒那天呢 就迟迟不肯下咽 他跟他的大师兄抱怨 说这一碗饭太咸了 然后孙悟空就骂他 有的吃就不错了 再不吃就一棒子跟你夯下去 结果这个猪八戒就满含委屈的讲 实在太咸了我吃不下去啊 师父怎么办 这个唐三藏就教他了 很简单 你就把那碗饭摆在旁边 待会再吃就好了 于是猪八戒就很好奇的就问唐三藏讲 师父把这碗很咸的饭摆在旁边一下子以后 就可以吃了吗 唐三藏回答 是的 猪八戒就问他 为什么 你们猜唐三藏回答了一句什么话 不是 时间会冲淡一切 那么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画面呢 他带给后学的感想是这样子的 实际上在我们这一生 我们从婴幼儿时期走到今天在座的台上台下 我们大概最少也有三十多年 四十年五十年 甚至有七八十年的岁月的人生 可以去回顾了 在我们这么一段的不算短的岁月里面 确实有很多的东西被时间给冲淡了 譬如我们的记忆力被冲淡了 好好坏坏 随着时间的过去 我们慢慢的就把它忘掉了 譬如我们的身体会因为时间的一个催化 它越来什么 越老了 然后越来越什么 越蛮憨的 行动不如我们年轻的时候来的皎洁了 这些都有可能 在时间的一个带动之下 它有了一个剧烈的变化 但是有一样东西 如果我们不去刻意的去修养它 去维护它 那么各位前嫌 它会与日俱增的 那是什么东西 那就是我们的习气 我们的秉性 假如习气秉性会随着时间而淡化 六万多年的轮回 我们早就应该一成不然了 又合制于在六道里面 还有大部分的时间 停留在三二道 所以那表示 我们每一个人的脾气跟毛病 如果我们没有小心翼翼的 透过我们所研究的道理 我们进行内部的一个进化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然后不断的去胜护自己的起心动念 去关照自己的一举一动 时间不但不会去淡化我们的脾气毛病 反而会让我们的习性与日俱增的 所以人年轻的时候 如果脾气不好 到老了 并不会因为年纪的一个增长 他的脾气有三百六十度的一个剧烈的转变 所以人如果到老的时候 没有好的一个修养 孔夫子曾经在论语上 只过一个老者就这样子讲他 你年纪到了这么大了 依然没有修养 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想想我们自己的这一生 假如我们这一辈子没有走佛堂 我们各位前嫌自己闷心自问 你这辈子到底交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沉浸单 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 到底铺成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除了吃喝拉撒碎 除了传宗接待 除了赚钱 除了追求名利 请问你 有哪一点活得比别人 又来得高明一些都没有 我们跟一般的人是一模一样的 甚至有可能会变本加厉的 是很庆幸的自己过去生有佛缘 这一生走入到佛堂 在佛光普照之下也好 或者在道理的讯息之下也好 我们渐渐的摸清楚 人来到世界上 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学习 学习改造自己 改造自己把本来没有的那种不好的习系 你把它去化掉 学着去找回那个诸佛圣人 在经典里面不断耳提灭灭 告诉我们的 人人都有一个本妙明星 要把那颗心给找回来 假如我们不试着从这个方向里面去努力 那么求到前跟求到后 学到跟没学到 它的差异也不大 饮食习惯的改变 跟你学不学到没有关系的各位前线 在动物界里面 有很多天生就是吃素的动物 请问您 它有因为吃素而显得它的人格高贵吗 没有 甚至我们可以说 它是因为造作的恶行 才堕到了那种凄惨的一个境界 所以我们在走修行路之后 如果不去耳提灭灭的 去改变自己的个性 实际上 我们也不见得品德方面 有多大的一个提升 这一生就算是一口气不来 待业归去 秉承着老祖师的红四大院 我们可以暂时在弥勒的外院 待一阵子的时间 可是你必定还是要带着你的习性毛病 再来人世间历练 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的 而这个事情 唯有在我们一口气还存在的时候 我们才能做到的 所以人在生命存在的时候 唯一最有价值的运动的方向 那就是突破了自己这一生 被寿命所纠缠的那种无奈 去创造自己 本来就可以拥有的那种光明幸福的人生 我们可以活得很高尚 我们可以活得为心无愧 那用三宝心法来锻炼 其实是不够的 各位前嫌 很多前嫌讲 我要收心 我为什么收不回来 三宝心法在我们求到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圆满具足的都得到 为什么有人收不回来 有人一用就可能得心应手 原因对于礼录的清楚与否 它有相当绝对的一个关联性 讲没事的时候的存养 那是要有赖 我们在没有事的时候 能够将我们所学习的道理 不断的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反反复复的去思维 当我们的起心动念 跟我们所研究的道理 产生了背道而驰的方向的时候 我们懂得要及时把它拉回来 要往道理去靠近的 所以道理是我们在佛堂 听了以后 然后离开佛堂 所有空闲的时间 都是你照道理在挥发的 一个实际的表现 离开了道理 你就不是一个修道人 离开了道理 你的品德是不可能成就的 离开了道理 你根本就无从去成就自己的佛格的 甚至我们在做错的时候 有事的省察 请问你 省察的标准在哪里 以着圣人的道理而言 我跟很多道亲都很坦白的讲 我不是一个没有脾气的人 我的脾气是很大的 我从小有我的主观意识 我天生又不怕死 我天生又抗上 小时候呢 爸爸叫我做什么 我喜欢扭着来 但是少不了被他一顿打 打久以后就学乖了 知道有没有 不要跟老人家扭着来 因为永远是自己吃亏的 我还记得我被我父亲骂的时候 我心里暗暗发怨 有一天我长大了 我腿跑得比你快 你就追不到我了 你想打我想骂我 你也骂不到我 因为以前他骂我我要跑 他说我一跑 他一抓就抓到了 所以跑了之后的后果 就是更严重 本来只是骂 后来就是要打 所以小的时候不懂事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莫名其妙的一个愿望 后来长大了 知道这种愿望是可笑 是不应该的 当我来念书的时候 老师如果下的指令不对 我也敢反抗的 我从来不会照着老师的话 一模一样去做的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念小学 我们中华邮政刚在推行 这个在小学国中 要推办这个除夕 鼓励每一个学生要去除夕 所以办这个登录 这个邮政布册的 是由班上的总务股掌在办 结果我们当时的 有一个男孩子 男同学四年级 他在办的时候 抄录的过程 不知道是过意 故意还是过失 有了金钱的一个出入 其实小学生存钱 也就是五块十块而已 再多的钱也没有 我印象很深 那个老师姓李 那个时候的男生 喜欢穿尖尖的皮鞋 老师就在讲台上 对着那个男同学 他姓毛 矮矮瘦瘦的 就踢就打 我那一刻我真的是 极度不满意那个老师 从那一次以后 我再也不在学校存钱了 我没有办法反抗你老师 但是对于因为这样子的 一个储蓄活动 会带给我的同学 这么大的一个痛苦 我是不愿意的 我念了高中以后 我们老师如果下了指令错的 我也是照样反抗 我念大学也如是 我到工作场合也是如是 我从来是你的指令 给我的答案 如果是不对的 很对不起 我不会照着做的 我用我的标准 去衡量所有的人 当别人的行为 跟我预期的不符合的时候 我认为你是一个 没有道德的人 一个没有道德的人 绝对不在我交友的行列里面 我这一路活过来 活得算是蛮坑枪有力的 我不懂得什么叫寄人篱下 我也不曾尝受过 为五朵米折腰的 这种心酸 一直活得 自己认为 蛮慷慨 蛮激昂 活得蛮正派的 我进入道场 这个个性也没有改 我们在座的许姐 很清楚后学 她见过我在五六十个人前面 怎么去对抗 那些不正确的言论的 可是这些年来 我开始转变了 这个转变 实际上是经过一番挣扎的 因为跟我过去的道德观念 完全产生背离 后学这一生 最忌恶如仇 尤其最厌恶那种 人前人后 说话不一样 讲话如果 前后是不对的 我对于这样的人 我通常是敬而远之 可是 当我发觉 这种个性会带给我一些辛苦的时候 那就是 当你心里面 善跟恶 常常在焦虑 在激增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不快乐的 我就开始思索 在谭经里面 有讲的那一句话 不思善 不思恶 当下 在善恶都没有的那一刻 才是你的本来面目 那一个人内在 如果常常 有善恶在交真 那就表示 你的本来面目 是从来都没有浮现于外的 而我一生走修行的路 就在要找回自己的真面目 然而自己的一个价值观 却让我在这个地方 很耿了很大的一面墙 我该如何是好 放弃我做人处事的态度了吗 那我跟相悦没有两样 那如果坚持自己的立场呢 似乎也有盲点 因为如果没有盲点 圣人为何教我们 要不思善不思恶呢 要离开善恶的分别对待呢 这个当中的盲点 我到底出在哪里 我不断的在经典里面 去找答案 我不断的在古大德的 言行录里面 去找答案 前两三个月 总算被后学找到了 后学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所有的道德观念 是拿来约束你自己 拿来要求你自己 拿来调整你自己 不是你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别人 今天不论我们自己 做到做不到 你即便做到了 你也不可以用相同的尺寸 去要求别人 你只能严格约束自己 当这一点被我想通了以后 后学就豁然大 豁然大开了 对于某一些人事的纠葛 对于某一些情绪的一些的起伏 就完完全全扫得一杆而尽 他不再是被五字真言的一个压抑 而不起现行 而是透过道理的一个开示 明朗以后 把那个结完完全全打开了 你看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 或许天天在跟各位前嫌 分享道理 我讲天天 是即便没有跟你们讲 我自己天天在思维道理 展开经典所讲的 所说也无外乎是 若真修道人不见他人过 而且我们在讲戒律也知道 戒律性来要求自己 不是约束别人的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但是当我们在对境应试的时候 却因为自己的一个执着 而没有办法让道理这么清楚 这么明白的在自己的眼前开展过来 白白耽误了那么多年 白白让自己的情绪 在莫须有的当中 纠葛了那么久 真的是无聊 真的是荒唐 真的是可笑 而这个开悟以后 这个明白以后 你就发觉 其实三宝心法不用刻意去做 你的心就是平静的 偶尔起了一个妄念 三宝心法一转 妄念就随之淡化了 那个心里面就一直处在一个 相当平稳的状态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在用三宝心法 您觉得不够得力 没有办法得心应手 那可能在道理上面 还要再加一把劲 用道理去劝勉自己 用道理去开解自己的心结 而且切记 不要重犯了之后学的一个什么 盲点一个错误 那就是所有的道理 拿来提升自己的品德 不是让我们用相同的尺度 去要求别人 跟我们要做相对的提升 这样的一个想法是错误的 撇开了这样的想法 你就知道 你这颗心是真的可以 不落于善 不落于恶的 好的也好 坏的也好 当你面对他的时候 内心真正的是 坦然无愧的跟对方去应对 你不会去犯道 古德所讲的 老子 孔圣所讲的 逆怨而有其人 这是最卑贱的一件事情 我对一个人 藏着一个怨恨之心 我表面上还要跟他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这是圣人所不可取的事情 问题不在于别人 而在于你自己 你为什么要有怨 你的怨从哪里来 不是别人带给我们 是我们自己平躬 招感而来 是我们自己理路不清楚 是我们对别人要求太多 所以我们才把怨气 积在心里面 所以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你要修禅定的功夫 我们在上一堂课 第四册的尾声就跟各位前行讲 三恶道完毕之后 欲界分为六天 人间也是欲界的一环 阿比地狱也是欲界的一环 欲界六天里面 刀离天四天亡天 越往上四天以上 从欲界的四天以上 都一定要有禅定的功夫 所谓的禅定的功夫 就是离开了外境 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力 所有人事物在我们眼前的出现 他再也不能够撼动我的心 有半分的一个动摇了 那个叫做禅定 所以禅定并不是 死守着自己的一颗心 让他不起面 而是让自己在面对 任何一件事的时候 都能够很悠然自得的 去对应他 好人也好 坏人也好 好事也罢 逆境也好 他来来去去 他该怎么来 他就怎么来 他该怎么去 他就怎么去 顺境我不强力求 逆境我不闪躲 就是这么自自然的 去面对他 如此而已 然后在一切 境界风里面 让这颗心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迈向 真正内在的那一个核心 那个叫做禅定 四天以上都要禅定 何况三界之外的 四圣法界 你没有禅定的功夫 你要回去 请问你 你回去的资粮到底在哪里 福不可以让你回天的 各位前贤 欲界四天以上 已经不谈福了 是谈内圣的修为 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入到 欲界之上的色界十八天 色界十八天 每一天的存在 他所需要具备的条件 他讲得更明白 这也是整部 这也是整部认言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最重要宣示的一个主旨之所在 舍是用根 人心 世心 有善 有恶 落在种种的分别对待里面 但是 道心没有 道心 离开善恶的对待 道心 只往里面问自己 道心不往外看别人的 当你往里面看自己 他是绝对 当我放眼观天下的时候 各位前贤 那就留在相对当中 你看外面的境 他有好有坏 你看外面的境 他有情有语 可是你往里面看 他无风无语 无日也无夜 他就是这么样一个单纯 一片光明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天 往里面看的时候 你真的看到了里面了 疾病还没有靠近他 你就知道 走修行的路 该怎么去走了 然后你对于自己的情绪的掌控 你会发觉越来越熟练了 你不需要别人提醒 你自己里面就有声音 会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去做 怎么安排自己的下一步了 修行到了 这样的一个层次的时候 他发喜才会源源不绝的出来 有了发喜才有智慧 所以我们才切实明白到 当我无力去成就我自己的时候 你就无力去成就别人 所讲的任何道理 他无非是一武学语 在文字上做解说 你完全带不了给任何人一个感动 为什么 因为道理不能感动自己 不能变化自己 你又如何去感动别人 去影响别人 所以我才了解 三教圣人留下这么多的经典 其实就是他们的心路历程而已 他们三大阿僧奇节 怎么走修行的这段路 他点点滴滴 毫无遮拦的 毫无保留的 完完全全告诉我们 而我们将来在人世间留下的 也就是我们在成佛之前 这一段因地修行的一个 一个奋斗的一个过程 你在见识的提升的过程里面 有哪一些关卡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超越的 我们把所有我们用的方法 我们提出来跟人家去分享 所以常用自己的真如本性 莫用自己的人性 所以我们进入到第五册的 第一 第三面 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尊者讲 他说阿难 世间一切所修心人 世间所有 不论任何一个宗门 不论你用任何一个法门 你想要修道的人 一定是修这一颗心 你要修心的人 不假缠纳无有智慧 你不假借禅定的功夫 你不可能有智慧 因定而能生慧嘛 当我们心在茫然没有头绪的时候 心慌意乱的当下 请问你智慧从何而生 我们曾经举过一个笑话 严格来讲不太好笑的笑话 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 有这么一则新闻 因为半夜凌晨一两点发生地震 那有一个女子昆道人家 睡觉喜欢裸睡 剧烈的地震有没有 让她惊慌失措 忘记自己身上没有穿任何衣服 就狂奔到楼下去了 外面一片漆黑 已经聚集了一堆的人在庭院里面 大家都在很慌乱的时候 注意着楼房的一个晃动 也没有人注意到旁边有一个人 没有穿衣服 后来等地震略微停止的时候 大家的眼神回光 互相在呼应的时候 才发觉 哇 你这人哪没穿衣服 然后那个女的也才发觉 我没有穿衣服 所以各位前嫌 人在慌乱的时候 连臂体的所需要的东西 你都忘记了 你还能够做出 什么样正确的抉择呢 不会了 说她不好笑 因为她是在一个剧烈的地震之下 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而在那个地震里面 总是有伤亡嘛 谈起那段回忆 总不是一个不舒服的一个过程 所以尽管她是一个小故事 她也启示了我们 我们学到的人 你的智慧从哪里来 从你稳如泰山而来 些许芝麻绿豆的小事 就大呼小叫 然后就慌乱了自己的脚步 你要告诉我 你的智慧有多高 我认为你充其量 只有IQ 你没有智慧 我们一般人分不清楚 智慧跟聪明的 一个差异性在哪里 我们用了很多古德的道理来讲 哎呀 世间智 初世间智 来分别智慧跟聪明 可是后学觉得还不够简洁 我去年在写稿子的时候 就对于这段话 就总觉得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 可以去代表 后来突然想到 我们不是讲IQ吗 IQ是情绪的掌控 佛叫做觉者 觉者就是 一个人透过觉察 然后觉悟 他的智慧跟情感 得到最大的一个平衡 透过他的智慧 他的喜怒哀乐 发而皆重结 那个叫做佛 不要以为成佛 就没有情绪了 那是发而皆重结 圣人也有情绪 孔夫子的母亲走了以后 孔圣人也大哭了三天 他也不是无动于衷的 但是他不会哀痛欲痕 去毁伤了自己的身体 他知道事可而止 我们的一般世人 不是不会哀痛 然后就是有没有 哀痛过度 他都是凡夫的一个表现 那一个人要情绪 掌控的好 情绪叫做什么 叫做EQ 所以当我们如果 我们的聪明叫做IQ 我们的IQ跟EQ 做了一个相对的结合的时候 他应该就叫做智慧 所以你只有聪明是不够的 聪明的人未必脾气好 你看一些发明家 一些科学家 都有怪癖的 是不是 他们有很高的IQ 但是没有EQ 脾气不太好 那如果今天我们学到 我们的EQ如果高一点 我们的IQ就相对提升 IQ不是从书本里面来的 书本来的 它是非常有限的 尤其我们研究圣人的道理 你不要寄望 我去把三教圣人的道理 每一本书都读透彻 然后我就了解三教圣人 所讲的义理的核心 有这样的想法 那叫做吃人说梦话 穷尽你这一生所有的时间 你夜夜都废寝忘食 你也做不到这一点 真正所谓的智慧的由来 是我听闻了圣人的道理以后 以此道理进入一个深度的关照 然后透过关照 改变了我自己的不良的习性跟秉性 灭无名就长智慧 有智慧自然就有EQ 所以智慧跟聪明的差异性就在于 聪明有IQ没有EQ 智慧是两者结合在一起的 而这种一种智慧的萌生 也有缠纳的功夫在内 我们先来看 这一路的修行过程里面 一再跟各位前贤强调 定功的一个重要性 我常常跟各位前贤分享一个心得 你没有修定功 你的情绪起伏的那么大 一点点芝麻绿豆的事情 那个脸色就变 摆了一张臭脸给人家看 那个脾气就不好 谈修行 那是一丁点的火候都没有 讲一句实在话 连火星子都没有 什么叫火星子 我们过去在烧木头的时候 注意过没有 点木头会有火星冒出来 有了火星才会有什么 才会有火花 有了火花才会有火炬 火星最最微弱的 脾气如果太大 一点点不顺心的是 看到一个不对的事情 见到一个人 听到一句话 不合自己的意思 那个脸色马上就变 完全没有办法 掌控自己的情绪 我讲一句很唐突的话 你真的连修道的大门 你都没有迈进去 你没有迈进去 不要嫌后学讲话 越来越刻薄 我就是用这样的话 批评我自己的 当我有脾气来的时候 我就是狠狠这样骂我自己 一点小事你又动心了 你何来修道人的一个风范 何来修道人一个威仪 是外表都没有了 你何有内在的一个修养 都没有 你修十年二十年 你讲经说法又有何意 化饼冲击啊 能饱吗不能啊 我们在圣人的经验 也不断的看到这个 孔夫子在大学里面怎么讲的 知子而后有定静安律德 老子在道德经里面怎么讲的 敌除悬缆 专器智柔 你这个心扫干净了吗 你扫干净了 自然而然心平气和 大圣金刚经里面 我们才读过没有多久 里面有一段 释迦牟尼佛跟文殊菩萨的对话 文殊菩萨问释迦牟尼佛 什么叫做无云涅槃 释迦牟尼佛说 有任何的一个改变的 三世诸佛共一路头 同道不动心中 过去 现在 乃至于未来所有学到的人 你想要修行成佛 什么叫做佛 我们用了很多很多的形容词 来表扬佛的 这一个字 所涵盖的美好 然后这么多的美好 其实三个字就可以把它 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 那个叫做不动心 你不动心就不会有 不好的情绪 往外去伤到人 你不动心 你就没有贪嗔吃慢鱼 你不动心 你就不动妄念 没有妄念就没有妄行 你有何来的恶业恶果 都没有 所以我们修道 就修一个不动心 那不动心在哪里练 在日常生活里面 在家庭 在工作 在社会 在道场里面练出来 离开人事物的对应 看不出我们的不动心 我自己整天在家里 吃饱了 没事就睡觉 睡饱了 起来再吃 累了看看电视 做的都是我想做的事情 请问你 哪来事情要让我不动心啊 要让我动心 没有啊 每一个事情都可以不动心 为什么 因为都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是要走出了自己熟悉的环境 接触到别人 透过别人的一个眼神 别人的一个动作 一个话语 他带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赞美我 我心里面就有点欢喜 人家鄙夷我 我心里面就有点不舒服 动心了 还没有行诸于外 但是心已经在动 如果要这样动心 你永远不可能成佛 为什么 因为成阿罗汉的境界 就已经要跟成相遇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动心 所以我们口口声声说 我们不要再来这个六道轮回 我们这一次回去 就永远不要再来 然后我还是那句话 请问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不要来 谁给你这个答案 谁给你这个保证 让你不要来 我求道的时候就说 可以不用来 你可能求道都不够专心 为什么 点道词明明白白讲了一句话 保你万八的轻浮 一万零八百年 他有说阴阴汪万 咕咕痘痘的吗 没有啊 你求道都不专心啊 为什么 因为点 点传师的点道词 你都没听清楚 你都没记明白 你只记得三宝 为什么 阿伯西亚当给他对好的 真正该听的都没听到 所以心不修过来 各位请求 你一定要来 没有任何人 可以让你不来 人世间 只要有一样东西 会影响到你 哪怕那个东西再维系 你必然来人世间 把那个死结打开以后 你才可以离开 欲界对我们的干扰 所以你要达到不动心 他就要消灭自己的欲望 所以三教圣人 教我们要寡欲 还有个人的主观意识 就像后学一样 用我的主观意识 去评比别人 值不值得我交往 那真是古天下之大鸡呀 我们去评比别人 别人难道不要用相对的一个标准 来衡量我们吗 所以古德跟我们讲 离开望剑 转烦恼为菩提 离开望剑 没有邪思望剑的意思 没有剑思二祸 你的无名才能灭 本有的菩提志才会现前 离开望剑 则转生死为涅槃 望剑就是 你对于外面所有的一个 虚幻的夹景 你再也不受他的一个束缚 他的一个牵绊 那个时候才有能力 转生死为涅槃 而眼前的我们 似乎大部分的人 都在望剑跟望尽的 一个驱使之下 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生死 并没有淡化掉 所以要趁着我们有生之年 好好去努力 那这个是色界天的 第一天 第一天叫做什么 范仲天 往生范仲天 各位前面看 他的标准是什么 他比欲界要来得更为严格 我们常说 我一贯道弟子 不当弃天神 不做弃天仙 我们要什么 直操三界的 你以为 弃天神 弃天仙 那么简单吗 阿妈阿狗死了 都上去当神仙吗 你看看他的条件 你再来衡量 那人间哪一尊神 不值得我们礼尽的 每一尊神 他的仙格 都比我们要来得高尚太多 只要别人的品德 比我们高的人 我们都要尊敬他 品德不如我们的人 你也要尊敬他 尊敬他的佛性就好 你看哦 在梵天的 第一天哦 的天人 但能直升 不行一遇 这个直升就是 他延迟戒律 在欲界六天里面 他还有什么 淫欲 食欲 还有睡眠 他有这三种的一个欲望 到了社界的时候 这三种欲望 很多都已经去化掉 没有了 淫欲 第一个被去掉的 靠着严格的戒律的 自我约束 他不敢犯淫欲 他去化掉了 若行若做 想念俱寂 行住坐卧里面 他没有男女 情爱的那种欲望的存在 谈到这一点 对我们在家修人 就有点尴尬了 因为有人到六十到七十了 色欲还断不掉 这个实在是也没话说 每一个人生理需求吧 你看色界天的 淫爱之欲就没有了 淫爱是什么 它是生理的一个活动 爱染不深 我们谈淫欲 它的标准应该是什么 《优婆赛戒经》里面 讲得很清楚 没发生的时候 不想 发生的时候 不贪 过去不练 因为我们是在家修 我们在家修 由我们在家的伦常 要去照顾 你也不能够违反 这个刚常伦理 做出很突兀的动作 但是你既然挂着 一个修道人的名相 你就必须要有修道人的 什么 一个所谓的规格跟尺寸 在家修的人 各位前写 他是你在成活的过程里面 其中一个历练的阶段而已 你将来势必要经过 有一生 那种碍染不深的出家的犯行 你要去经过的 表示你在于 银根完全断掉了 所以我们道场 有一些真正在清修的人 我还是要提示一下 我所谓的清修 是他真正的不想结婚 不是想结婚 嫁不出去的人 你们不要把这两个东西 给他混在一起 如果这样混有没有 台湾现在太多清修的人 为什么 嫁不出去 娶不到的人 嫁不出去 不见得条件坏 可能没有缘 或者说 需要的条件很高 这两个不要混淆 我常常听道清 把这种混在一起 我就觉得好奇怪 因为清修是一个 蛮高尚的一个修为 不可以跟坊间的那种标准 混在一起 爱染不深 无流欲界 世人意念身为犯女 你只要断了银根 欲界六天你不去了 那欲界六天不去 人间你就不来 为什么 爱为六道轮回之根基 我们的这一个 所谓的父亲母血 和和的色身肉体 就是当我们要去转世 投胎的时候 那一个中英生 会先来到父母的旁边 在父母交合的时候 你动了那种 淫爱之念 你那个灵光就投到了 母亲的肚子里面了 所以我们投胎入世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想念 就是不干净的 我们才会有这么一个 粗浊恶劣的肉体 不像圣人 他们是流离 他们洁净 圣人是代怨而来 我们是代业而生 所以我们在投胎 转世的时候 就是淫爱之念 充斥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我们才会有这么色身肉体 人言经在读第三册的时候 不就跟各位前线解释过 我们的来历吗 所以我们这一生修为 你要从这个断营就要开始 要淡化 要去淡化 这个淫爱 对我们所产生的一个诱惑 你没有的淫念 欲戒不留 你就是境界更高 叫做泛侣 泛侣就是亲近的人 成为你的伴侣 那叫做什么 志同道合 我们常会怨自己 交到一些损友 那是因为 我们自己本身 就是损友的一位 损友交损友 物以类聚啊 常常觉得旁边 都是一些不好的人靠近我 其实那是因为 我自己不好 如果我自己本身 没有散发出相同的磁场 你何以会把那一群人 招到我的身边呢 爱喝酒的人 招一堆酒友 对不对 爱飙车的招一堆什么 爱飙车的友 然后好色的叫什么 叫色友 赌博的叫什么 赌鬼 就是这么简单啊 所以与其往外面去院 旁边的环境又不好 怎样 你倒不如花大部分的时间 问问自己 为什么我哪好 所有的坏人都让我赌到 你只有两种人 才会遇到这么多的坏人 第一个 你大菩萨再来 坏人是来让你叫花的 他也不是要让你完蛋的 第二个 真的我也是坏人 坏人渡到坏人 对不对 龙交龙凤交凤嘛 这有什么好讶异 所以我们很多道理明白了 你就不会浪费时间 往外面去找答案 所有的答案 万法尽在一心啊 都在里面 里面的答案找到了 外面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这个叫做范仲天 色界天的第一天叫做范仲天 不需要强劲 只是这一段经文让各位了解 不要小看了气天仙的一个修养 本来我只想用大概的 跟各位前解说一下就好 后来我又觉得 一本人言经讲到这里 后面把它简略说过去 似乎有一点不负责任 也借此让各位前天想一想我们自己 我们的愿力那么大 我们的目标那么的高超 我们要出三界 我们修大圣菩萨行 我们要成佛的 而眼前我对于自我的要求 对于自我的调整 请问你 步步有迈向成佛的那条大路吗 还是我所想的目标 跟我实际的作为 完完全全没有办法谋合在一起 那就是我们在读这个范天的介绍的时候 我们要去省思的 自我省思最重要的一个什么 一个关节之所在 所以欲习祭除 李玉心献 当你没有盈爱之欲的时候 李玉心就献了 余诸律于爱乐随顺 就是他这句话是本着什么 跟着前面所谓的 范仲天的天人 他们有延迟戒律 延迟戒律不起营念 然后再往上提升 戒律纯守以后 定功自然献钱 他自自然然的时候 于一些的所谓的律仪 他就很自然去随顺他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以前很爱钱 现在也没有少爱多少 所谓的很爱钱就是 曾经有过那么一次 路上捡到钱的意外的奇迹 然后就总以为 会有另外一次的 天上送下的礼物 所以一路上走路也好 骑脚踏车也好 就眼睛就一直死钉子路面看 期待有奇迹的发生 也确确实实 这个台湾人也蛮有钱的 总是会在路上捡到五块十块 后来有了五十块铜板以后 五十块铜板也能捡到 有的时候捡到一块两块 我也会停下来去捡他 知道有一次啊 差点为了捡那个五块钱 有没有 被汽车给撞到 我就吓到一跳啊 为什么 因为我骑车看到旁边 有一个五块钱 我就很自然停下来了 我忽略到我在行进的过程 后面也有车子在行进 别人没有想到 我要停下来 脚踏车又又没有任何的 后灯的一个 所谓的标志提醒后方来车 对不对 就去捡了 结果后面是一部摩托车 急散过去 我就心里在思索 这个好像不太对了吧 为了五块钱 如果有了什么重大的伤残 请驾胜尾猴 到后来走到场的时候 又发觉要路不时宜 捡到的钱还要捐出去 要不然不能够藏在自己的口袋里 我就更明白了 我何必要为了 我不能够收留下来的东西 冒着生命的危险呢 久后久之有没有 就堂而皇之地走路了 我是不保留我自己 心路的一个成长的过程的 你到现在 你问我看到钱 我会动吗 我不动了 有啦 如果看到一百块 有没有纸张飘动 我会剪 剪下来 大家就把它送出去 那个五块 十块 五十块 我不动了 后来看到很多次 看到就在我前面 我也不动 我连腰都懒得弯了 为什么 很简单 为了这一点钱 你要我去跑警察局 我没必要 所以就让他 该躺在哪里 就躺在哪里就好了 他很自然而然 那个东西 对我们的诱惑就没有 他就是来自道场 一个规矩的一个调整 离遇新线 你就很自然随顺 不用再去耳提面命了 那这样的水准 又比什么 比所谓的范仲天 又高一级 他不用用严格的戒律 要求自己 里面已经约略可以 随心所欲了 就都能够随着戒律的 一个要求 这个能行犯德 世人运食能行犯德 当一个人的修养 到了这样的程度的时候 没有戒律的约束 能够将自信里面 那种清净的美德 很自然的流露出来 这个叫做能行犯德 于是他的修为更高 就升到犯辅天了 犯辅天的辅的意思是 辅助大犯天的天王 要来教化老百姓的 教化下界的什么子民的 所以他叫做犯辅天 那这个什么 这个天的天人 是从什么地方升上去 从犯仲天 见词往上提升的 第三个 身心庙圆 威夷不缺 更高一个境界 这个所谓的身心庙圆 是指他的修养 比所谓的犯辅天 又高一阶了 跟佛陀所讲的 本性的那个圆明度 不是完全一样的 他还是有距离的 只是相较于犯辅天的人 他的修为更高了 威夷不缺 清净境界 不该做的事都不做了 加以明目 这句话值得考虑什么 这个叫做会 所以犯仲天的人持戒 持戒严谨之后 他有了定功 有了定功 自然而然 能够随顺着一个戒律去做 那个生犯辅天 到了犯辅天修养一阵子 定功纯手 汇出来了 这个时候有没有 有资格去统领犯仲 去统领其他的修行人 你开悟的比较早了 你有智慧了 这个做大犯王 这个境界叫做大犯天 越往上面生 他的天福越久 寿命是指他的天福 二十四十 到了大犯天 已经是六十小节 我们常讲世间的禅定 四禅八定 这个四禅指的就是色界 十八天里面的 世间的禅定 于是我们看这个地方 释迦牟尼佛说 此三圣流 三圣流包括第一个 泛仲天 第二个泛辅天 再提升到大犯天 这三个的境界 色界的这三天 一切苦恼所不能逼 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已经没有烦恼 为什么 没有淫欲 没有食欲 不是胃口不好 没有食欲 他没有吃的欲望 他如果有饥饿的感觉 一入禅定 马上就觉得禅月充满全身 他没有饥饿的感觉 所以他不用像欲戒天的人 还要去吸吸那个气 所以他就没有任何的烦恼了 没有淫欲食欲的 这些烦恼的逼迫 到了这种境界 虽非正修真三魔地 他们只是借着戒定慧 并不是真正的 从内心所起的那种 镇定的功夫 可是这样的一个修养 就可以让他有妙 这个清净心里面 猪漏不动 漏就是不起烦恼 这个叫做出禅天 所以后学才鼓励 很多学讲的讲师 你要读楞严经 因为你读楞严经 你才能把佛学 很多基本的名项 它所隐含的意思 你把它弄得清清楚楚 所以这一段就在介绍 色界四禅八定的一个由来 这是初禅 所以他的禅定 也是从戒而定而会的 你要有的会功 你禅能够去统领大众 那个统领不是管 不是约束 而是教化的意思 所以自己都不明白 你怎么去教别人 自己都不清楚 你怎么去成就别人 所以三教世人都告诉我们 己立而立人 己达而达人 假如我自己是模模糊糊的概念 你引导别人 那是充满了危机的 你把别人交不好 交错了 那所要担负的责任 因果 是超乎我们想象之外的 这些我们在读经典里面 释迦牟尼佛一再的叮咛我们 所以教我们不要好为人师 所以色戒十八天分为四禅天 这个都舍掉 所以他们所谓的烦恼就是这些 而我们在人间的烦恼 请问你是不是也是这些 我们就算是这个不看重 吃跟睡 永远没有闲够的时候 睡的时候有光线也不对 没光线也不对 有声也没好 没声也没好 每一个人的要求标准都不一样 床铺太硬太软睡不着 人多人少睡不着 你看我们多麻烦啊 所以当他们有这种欲望的时候 已经是没有了 十根睡只要有一点点饥饿就入禅地 所以这个饭天的所谓的初禅天 就已经是戒定会的雏形已经出来了 你要做弃天神都不能离开戒定会 所以严格来讲 在三戒之内 玉戒的六天 色戒十八天 无色戒的四天 乃至于四圣法界 把他十法界合在一起 戒定会越圆满的 居于十法界的最顶端 佛陀 略次的菩萨 然后辟之佛 然后罗汉 然后再往下地 到了所谓的阿比地狱 没有戒定会三个字了 生前无法无天 死后就落在那种地方 所以越低阶的 就不具足这些 请问你 学到不依戒定会 你修什么 你不吃戒 你没有定 没有定就没有会 那这一生教什么成绩单出去 所以阿难 从了出禅之后 再往上二禅天 犯天统设犯人 圆满犯行 诚心不动 到了这一天的时候 绍光天 他们自己本身修养好 也可以统设犯人 就是教化那些的 其他的犯天的天人 然后他们的犯行清净 犯行就是清净行为 已经越来的修为 越来越高 那颗心 不动了 极占升光 这叫做绍光天 我们看到佛陀在讲经 都会全身大放光明 那个光明从哪里来 慧光各位前线 那个光明是一个智慧圆满之后 很自然透出来的一个慧光 新光 所以那个光明 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或多或少 曾经浮现过 什么时候浮现 当我们心平气和的时候 灰光流露 它就会有外在的光啊 白光啊 什么光的 够不够强烈而已 然后当我们一念 无明起的时候 你的光就不见了 它就开始有了灰色 有了黑色了 为什么 里面有无明心动了 脾气来了 你的本心不现了 那个光就显了 就隐而不现了 所以什么时候 我们让自己的内在的星光 常识往前往外面大放光明 再也没有任何退转了 那就是我们一路在 努力的一个方向 一路在调整的目标 希望早日达到 那样的一个修养 因为那可以确保 我们再来人世间 历练的时候 不要又退回原地 甚至堕落的更凄惨 而依任言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 所给我们讲的 不退转 有三个不退转 信不退 念不退 未不退 而我们目前 连信不退都没有 那如果没有办法 达到不退呢 你再来人世间 会依着这一辈子里面 所积聚的脾气毛病 重新开展 你的人生的路程 然后脾气一定会 越来越大 为什么 又经过的数万年的累积 根深蒂固 所以这个叫做少光天了 会光出来了 成心不动 就有少光天了 前面还没有提到 没有提到光这个字 这个表示什么 他的会已经流露出来 可以完全教化人了嘛 然后光光相燃 照耀无尽 印实方箭 片尘流离 再往上提升 二禅天的 无量光天的天人 境界更高 每一个天人都能够 内外齐放光明 所以天上的光 从这样来的 人间没办法 没有太阳光 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我们真的要加把 加把努力啊 调整我们自己的内在 这是形容 那个天的天人 相燃就是彼此交什么 交互在照耀 把那个地方的天界 照得像琉璃一样 所以由此可见 每一天所形成的 外在的那种气象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什么样的人 会塑造出一个 什么样的国度来 就像今天我们在 创造一个家庭 我们家庭是一个 什么样的风格 父母是攸关的 关键人物之所在 教养子女的责任 父母是难以推卸其责的 儿女将来的人格的成型 父母要肩负最大的什么 一个责任的 这个家风的好与坏 当爸爸妈妈的 你要一单成奸的 那相同的 道场也是啊 道场的风气 谁要负责 你跟我要负责 不能推到别人身上的 道场有没有道气 是每一个参与道物的人 你不能推诿的 你必须要认为自己 有没有去肩负起修道的责任 把这份道气 带进道场来 我们可以让一个道场 光光硝燃 照耀无尽 也可以让一个道场 暗淡无光啊 那完全就取决于 那完全就取决于 在这个道场出入的人 我们的身口意 流露于外 是什么样的一个修养标准 这是无量光天 然后吸持元光 成就教体 这个吸持元光 就是表示他内在的一个心性 越来越圆明 那个叫吸持元光 不是像那个吸心大法 吸人家的光变成自己的光 那就变成妖魔鬼怪了 是你自己本身 不断的往里面开发自己的内在 然后里面越来越圆明的时候 成就教体 这个时候 你的教化众生的力量更大了 为什么 就是你可以用你所 开发出来的圆满的性光 变成一个讲经说法的工具 这个叫做成就教体 发化清静 所以在经里面常常讲 这个所谓的圣人菩萨 教化众生的法门是很多的 他用光可以讲经说法 他用语言可以 他用风可以 而我们如果离开了语言 我们就听不懂了 我们听到风声 只知道 它是台风 它是微风 它是弱风 我们看到光 强光弱光 我们无从分辨 这个光里面代表什么意思 可是你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你也可以培养出来 光带给我们的启示 后学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当我们走到外面的时候 你会容易发现 家家户户窗台上 都会有一些盆景 你看那个盆景 涨一涨 枝叶一定往外去冒 往有阳光的方向去伸展 后学经过一段时间 会挪动盆景 我家里一共就101个盆景 那是我搬家的时候 81年买的 然后就那一颗 一直陪到我到现在 我喜欢它 因为它长得像洋柳 那种细细柔柔的样子 有没有 是我最欠缺的 所以喜欢看它的样子 而且它不像花 花会泻 一泻就腐烂 我喜欢那个好照顾的 然后想起来浇浇水 它就活得很茂盛 忘了一个礼拜 它也不会马上 马上就死掉 生力很强 后学是无意中发现 奇怪 它长一长就往外面去冒 我就调整它 调整的过程 有一次后学就心里在想 植物有相关性 这是过去 我们在读生物的时候 就学会的 它要借着光来迎光和作用 那我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为什么没有相关性 如果我有相关性 我就应该要有一个光明磊落的思想 如果我的心念是光明磊落 那我的语言 我的行为 都一定是没有不可告人之处 因为你有光明磊落的心念 你自然在语言行为上面 就堪为君子 所以你也可以学会 从光的当中带给我们很多启示 如果我们让自己长期 被一些所谓的复杂的情绪 给困在里面 你就如同 处在阴暗当中 你没有相关性了 人为什么要这样子的作践自己 要这样残害自己 动物里面最高等的就是人类 人类有思考的能力 人类有选择的一个能力 为什么要把自己 推到一个痛苦的边缘 只要你想通了 光也可以带来教化的作用 所以越往上 各位前面发现没有 不是只有你自己 整天在那边飘过来飘过去 享天福 还有奸化 下界诸天天神的什么 那个责任的 这个叫做光明天 所以光阴天 我们以这个名称就知道 他以光来代替阴生 来教化下界的众生 这下界的众生 就是光阴天之内 包括以下的 少光天啊 泛辅天 泛仲天 所有的天人 都在他教化之中 这是更往上 此三圣流 一切优玄所不能比 越往上 你离开烦恼跟痛苦 就越来越远 各位前前会觉得很讶异 刚刚在讲初禅天 就已经讲烦恼不能逼 那为什么讲到了二禅 还在讲悠玄呢 一路的修行 到了成佛的境界 你才是真正把无明给灭尽 你即便到了等觉菩萨 还有一品身相无明 没有灭掉 只是那一品身相无明 跟我们凡夫的见尸而获的 那种初至 他不一样而已 天人在调整的过程里面 他是越来越什么 越圆明 但是他的境界 并不是一下子就达到满分的标准 所以佛陀是在这边在提醒我们 往二禅天的修养就更高了 虽然进入二禅 都还不是正修 所谓的不是正修 就是你没有寻找自己的真心本性 你只是凭着一些浅薄的知识 一些修行的定功 把自己的无明的意识心 给他压在那个地方而已 你没有破掉 你没有破掉 所以真心不献钱 那还在修意识心 所以那个不叫做真修 可是这样的一个修养 就足以超过一般的人 粗漏以福 注意哦 粗漏 比加显而易见的烦恼 已经浮住 他用浮住 没有说拔掉 浮住就是暂时 把他压在那个地方 让他不会对劲起什么 起作用 这个叫做二禅天 所以二禅天的定功又更高了一点 我们再来回想一下 初禅天是有戒在里面 到了二禅天已经浮住了前五世了 各位前你看这就是吗 我把它归纳一下给你们做一个参考 到了三禅之上 圆光成音 披音漏妙 发成惊喜 他的讲经说法来得更为精为 奥妙了 通极灭乐 这个极灭乐 也不是佛陀所讲的 把第六意识拔掉的极灭 不是哦 他是用定功 暂时扶住以后 所得的那种 清安之乐 我们在座前嫌如果有在用三宝心法修定的人 应该约略会体会出后学讲的这个意思 当你三宝心法 如果持续不断 哪怕是一句佛号一直提在脑海里面 你只要念念不断 他很自然的就会让他妄念不起 内在就会有一种清安的现象会发生 当这个清安的现象出来以后 会随着你的定功的持续的长久 有的人可能三十分钟 有的人可能三 多的好像我还没碰到过了 有人说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后学最高纪录是五天 不起念 外面所有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完全清楚 但是始终没有办法让里面吹动一丝一丝的波澜 一点都没有办法 那个时候还在教书 还在教那个调皮捣蛋的小孩子 那么一堆小孩子围在哪方 你不会生气的 怎么看怎么可爱 然后因为你觉得他可爱 他就乐于靠近你 他乐于靠近你 奉你为神明 他就好教 老师说什么 他做什么 所以我才真的发觉到 你要去管孩子 倒不如先把自己管好 当你不被孩子给挑战成功的时候 你才有能力去镇压住孩子 那个镇压不是武力 而是你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让那个孩子就不敢躁动 可惜我体会出来太晚了 要不然我一定会教出很成功的孩子 所以我才鼓励年轻人 你要培养你的下一代的时候 你最好着手的方法 是你自己先调整过来 你调整过来 那个再烂的孩子 都能够在你手下转变过来 真的是这样子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 你会发觉念头开始出来了 或许就后来在研究青脸才知道 包括我们今天讲色界天 他就有提到 到了无色界天的时候 你到某一个天府要想尽的 前半截 你的定功会消失 妄念会起来 那个妄念起来是见识浮现 你会发觉有一个东西在里面要跳动 结果慢慢的他就会成型 最后外面的境界就开始又像先前一样了 看到不好的就要说两句 听到不好听的就要批评两句 又恢复原先了 所以你要定功要让他功夫成片 你必须日以继夜的不间断的 他的定功才会长时永存 所以这个极灭乐 是用定功暂时扶住而已 不是自信里面本来具足的那种 那种极灭之乐 所谓的极灭就是没有烦恼现前了 这个叫做绍境天 净空现前引发无忌 所谓的净空就是 当我里面没有任何妄念的时候 感觉到里面是一片海阔天空 没有任何的染拙 就好像你举目看外在的天空 一览无遗 连一片白云都没有 有白云还有染拙 这个净空就是连白云都不见了 只看到一片浩瀚无边的这种虚空 形容你内在心里面 所带来的那种 要怎么去讲呢 那种辽阔 你真的不知道 我们没有去有那种 些微的清安的体会 你不了解一个人的心量 可以扩大到那种程度 我们常讲 那个大海里面 加一滴水不多 取一滴水也不少 当那个千江万流 不断的汇奔到大海里面的时候 大海里面的他那种如如不动 我们体会不出来 可是你有一次 如果你透过这种道理的一个开示 三宝心法的运用 你稍微有气入一点的时候 你会发觉原来你的心量可以这么大的 原来你不是 蜘蛛斤斤计较的人的 原来你的心真的可以像天空一样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用四个字形容那个心境 记忆月当空 除了一轮月亮 什么都没有 就是那么轻轻柔柔的 就是这样子 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 去改变你那种祥和的气氛 各位且那个只是 短暂的定功所带来的清安 还不是真正的定功 就会有这么强大的一个情绪 安顿的力量 你如果真的有那样修为的人 那真的就你可以想象 为什么佛可以给我们那种 稳如泰山的那种感觉 好像靠近他就会有那种 无边无际的安全感的原因是什么 那是一种磁场 那是一种内心里面 很自然而然显现于外的一股力量 他有安顿人心 射受人心的那种 强大的吸引力 如果我们有了那样的修为 你认为你要去成全别人 他不是很容易吗 所以我们不能够成全别人 是我们得不足 不是别人的得不够 所以这次都是形容定功 身心清安 成吉灭乐 如是一类 名无量今天 各位且不要一直在听这种定功 就还要我要急于修这种定功 你用急切的心去修 你修不成的 因为你的动机不成正 你是要在日常生活里面 把握每一个锻炼的时间 当自己起心动念的时候 用你所了解的道理 去分析你的心念从哪里来 你的恶念从哪里来 一次又一次的破解 自然那个迷雾啊 就不会又一团一团的涌过来 心量就渐开了 然后三宝心法稍微再加码 加一点功夫啊 很快你就会感觉到这种清安 这种清安是 小case初步的人就有了 其实严格来讲 初禅天就有清安了 甚至我们讲 御界第四天的 只要有定都会有清安 它不是很高深的一个修养 而是你要有了这样一个修养 有了这样一个感觉 你才知道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对应别人 不要用情绪去主导我们自己 去跟人家相对的时候的 那种关系 没有学到以前 我们用情绪来主宰我们自己 来对应别人 学到以后 不可以用情绪 要用修养 所以我才很感慨我自己啊 二十多年的修行 有没有 有超过一半的时间 是在浪费时间 也不过这几年 才稍微感觉到自己 有那么一点了解 修行的意思在哪里 过去真的是浪费时间 到场事情做了那么多 又有合意 与我身心没有半点的一个争议啊 帮助不了别人 就帮助不了别人 帮助不了自己 就帮助不了别人 所以世界身心一切圆境 这个是只有内 内在里面的清安所带来的辽阔的感觉 这是连外面的依报世界 也一切有没有 都完完全全 被身心给笼罩 这个叫做静得成就 静就是一尘不染了 圣托现前 归极灭乐 你有更高的境界 现前了 这叫做遍境天 这么多的形容词是告诉你 修行是一层一层往上提高的 各位前贤 没有直超三界这四个字 从来没有 最起码释迦牟尼佛说 没有直超三界 过去诸佛 都是在因地修行 历经三大阿僧奇节 一步一步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慢慢提升的 只有在一个关键的地方 你可以透过道理 让你减少你的修行 二十万大节 什么时候 在色界天之上的 无色界的第四天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道理明白了 你少修二十万大节 直接进入到阿罗汉 往菩萨道走 那个时候道理不明白 你就在那个地方 多留二十万大节 这在后面会提到 其他都是一步一脚印的 你修了多少 就有得到多少的成就 完完全全 不可以假借别人之手 一定要由自己 亲身去体验的 所以此三圣流 巨大随顺 身心安宁 定功更高了 所以身心世界有妙 再也没有七情六欲的纠缠 得无量乐 同样的三禅天 也不是真修的 所谓的真修 没有趁性起修 不明白真心之所在 所以假借着 定功戒律 去约束自己 让自己不起 邪思妄念 辅助第六意识的主观意识 这个叫做不是什么 不是正德 真三谋地 但是安隐心中 欢喜必聚 名为三成 但是已经可以让他天天过得很快乐 所以天人的天福之乐 是他修来的 也不是上天给他的 他没有那个修养 上天想给 他也体会不到 如果把我们放到这种天里面去 我们会觉得好无聊 而且我们也会觉得自禅行贿 别人身上都有光 我身上一点光都没有 将来就知道了 一口气不来 修得好 修得不好 就再也没有隐藏的机会 为什么 人一死 就千毫必限 所以三谈天 再往上 阿难 父赐天人 不逼身心 苦因已尽 何谓不逼身心 现在要介绍四谈天 初谈里面 他是离语 离苦恼 用戒 让他淫念不起 二谈天的时候 靠着强大的定功 离玉界经 离这个 进入到色界的二谈天 离玉界更远 不必担心会 掉落到下面去 到了三谈定功强大 苦尽乐身 再也没有任何的烦恼了 出来的完完全全是乐 这是三谈天 到了四谈 苦跟乐去掉了 只有舍受 境界更高 我们所谓的乐是 跟苦相对应的 我们现在过得好不好 是比较我过去怎样 过去我过得不好 现在比过去好 你觉得现在乐 如果现在过得 比过去要来的痛苦 你觉得现在苦 所以苦跟乐 是比较出来的一个结果 待了三谈的时候 他把苦灭了 存一个乐在 那请问你 比较有离开吗 没有 只是没有苦 完全有乐 到了四谈的时候 已经离开苦乐的对待 他完全舍掉我 他有舍掉苦乐之后 所带来的那种欢喜的感觉 这是每一谈天的一个境界不一样 苦因已尽 乐非常住 四谈天的天人知道 他们所有的烦恼已经尽 而三谈天所得的禅定之乐 他们又体会出 这种乐不会永远存在 久必坏生 经过一段时间 乐会消失 苦又再来 所以他们的智慧 要比三谈天更高了 他觉悟到乐非常住的 那各位前贤 你我修大圣菩萨道 你觉悟到了乐非常住了吗 没有 如果觉悟到 你不会在这个红尘俗世 还有那么多的贪恋 如果觉悟出来乐非常住 你不会恋恋这个人世间 舍不得离开 所以我们嘴巴说明白 我们没有觉悟 我们只是道理上 我们会说 心理上我们没有接受 如果真的接受 他就心口如一 知行就何而为一啊 所以苦乐二心 顿时俱舍 出众相灭 出众相灭 那个比较 比三谈天 还残留了一些无名 到他这个地方就扫掉了 敬服信生 各位前 这个敬服信生 就是已经有一点 本性里面的那个乐 已经开始出来了 他智慧更高了 他叫做敬服信 自信里面的东西 已经开始出来 不是意识心 苦跟乐都还是在意识心里面的产物啊 苦乐都少都舍掉了 善恶都不失了 你才接近了你的本性 那个本性里面的一些特质 才开始出来 这个叫做福生天 福生天就已经是进入到 四禅天里面 四禅天 他一共有几天 他有九天 这九天里面 有四天是凡夫天 有五天是圣人天 意思是说 在没有修成阿罗汉之前 到了阿纳寒果的时候 你也要来这个五步环天 五步环天是在色界里面 所以你也不可以看清了色界的天人 也不要以为色界天 只有修天福的人 有一些修行的圣者 在没有达到公恨圆满之前 他们也是寄居在 色界四禅天里面的五步环天